要保护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这个记忆体能 不要像其他国家会产生巨大的波动 所以他们保障民生最重要 在中国节目上喊出 疫情下保障民生最重要 台湾出身的知名经济学者郎贤平 2000年后转赴中国发展 近期却因为上海疫情下的极端风控 惨酿他98岁母亲 拖延就医后过世的悲剧 郎贤平11号在微博写下 因为上海严格规定 必须要做核酸后才能就医 我妈妈在医院急诊室门口 等待了四个小时后 永远离我而去了 她更坦言 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而她也因为小区封闭 风控管理 见不到母亲最后一面 网友底下留言 上等人都如此 想想普通百姓遇到这种事 会是如何的绝望和无奈 今晚24点前 将对全区所有居民小区 看着自家被贴上风条 或是疯狂手速点案抢菜 比起上海的疫情 被风控影响的人民生活 更让人担心 中国知名作家六六 先前曾经参与编剧 中共宣传抗议的电视剧 并发表文章吹捧中共的防疫成就 不过她近期却在朋友圈写下 我的父母听党的话 在家闭门不出17天后 阳了 我妈4月5号被传染到 三四天也无恙 但因为天天被居委会 吓唬要拖到方舱 终于心脏病发作 一个75岁的老人 原本活蹦乱跳 骂我们三个小时气如红中 忽然就生命衰弱了 我无能为力 这在封城之前是好好的一条命啊 文末更是写下 从文字里能读到一个女儿绝望的心吗 文章内控诉母亲因为居委会的恐吓 活在恐惧和绝望中 有病不得救治 而郎贤平和六六的境遇 也不禁让中国网友感叹 为什么还有人想让我相信 这样的不幸是因为新冠病毒呢 新唐人亚太电视 王冠霖 曾鲜敏 整理报道 文字幕作者 杨茜茜